上臂出血 包紮前,急救员先请伤者致行承托受伤的手臂 急救员将枯料放在出血部位,施以直压 然后请伤者协助直压止血 急救员亦需使用适当阔度,即5厘米阔的崩带卷 包紮时,急救员先将崩带卷铺在枯料上面 从肢体没端开始,以简单螺旋法 由手臂内側向外側扰 每扰一个圈,要遮住上一个圈的三分之二 外露三分之一,一层一层地向上包紮 直到完全遮住枯料之后 再绕一个圈作固定 用崩带扣固定在手臂外面 完成包紮后,再以背圆带来承托相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